接下来 你们Power BI 你们的就是现在所使用的笔电 上面已经有了安装程式 但不代表说 你家里的桌机或者是笔电 也有这套软体 所以我还是要告诉你 它如何下载 然后安装程 就快速点两下 这没有什么好要讲的 那Power BI软体怎么下载呢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就直接到Google搜寻引擎 然后不管你要问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可以现在问Google大神 就直接问他什么 Power BI下载 对吧 你绝对不是第一个会这样问他问题的人 举对来说 Google大神 你才不会告诉我今天天气怎么样 听得懂吗 他都可以回答你 好 这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 当我们点选Power BI下载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点下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网站 微软公司针对视觉化分析 他用的颜色是黄色 可以看到 所以你在那软体里面 你会看到那个黄色这件事情 在引导你操作 这可能也是你就是学习上面的一个稍微注意的事情 黄色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有好多软体 像例如说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然后手机 手机 我们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 所以没办法教你很多的东西 但是他还有内部部署资料夹道 还有内部这个报表伺服器 好 甚至还有这个内部报表伺服器的builder 反正很多软体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所使用的是桌机版 桌机版在这里 就是Microsoft Power BI桌机 desktop 然后点选这个下载 就可以进行软体的下载了 好 那当我点选这个下载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出现一堆的一些 就是其他的说明 决定来说他会希望要求你 先进行一个注册 成为他的会员 好 其实我 我比较不喜欢去留很多资料在网路上 所以我会教你 我会另外教你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来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请这边 虽然它是英文版 你要知道 它其实就跳回去它的一个英文的首页了 其实select language 这边请选择这个 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繁体中文 然后点选 当你选择好版本的时候 它把整个界面都换成是繁体中文版了 这个时候你就点这个下载 下载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选项 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32位元 我们作业系统 有32位元 然后进行所谓的next下载 下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套软体下载下来 可以吗 我们只要用64位元 现在应该很少人的next下载 不可能再用32位元了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边我就点选下一步 下一步完毕之后 它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软体的下载 因为我现在都用5G了 刚好在这个地方 你看体验一下 400Mb 大概5秒就下载完毕了 这就是5G 可以吗 我只是要稍微宣传一下 现在 反正 反正就是 如果你需要使用更好的网络 其实慢慢的 整个都提升上去了 你不用都不行 那 我们接下来 为什么我说不用都不行 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 孙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学生优惠专案 4G 现在已经停办了 我们只有5G的优惠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没得选 你要继续享受这个学生优惠专案的话 那你就不能选择4G了 你就要选择5G的优惠专案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软体下载好之后 那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如何安装 就是你刚在做的事情 好 为什么我也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 前天 Power BI 每月 更新 又到了 也就是说 他就一直不断的 在我开启 Power BI的时候 他就会提示我 这件事 我刻意等到今天 才去 就是 做 所谓的一个 更新的动作 跟你说